桂林山水假天下 阳朔风光假桂林 哈喽 我现在是在阳朔县城 等一下吃完早餐就去徒步新平黎江 现在已经抵达了阳朔的新平古镇 我们准备去游黎江 出发了 这里是桂林阳朔的新平古镇 这是我们今天的旅游团 大家记得这个路口 前面就是旅游停车场 停好车之后就沿着这条路 过这个十字路口 从这个巷子里面 这条路直接穿过去 就是往黎江的方向 我们今天的行程是徒步黎江 去到20元人民币背景的 那个黄布倒影 所以也是整个黎江阳朔段 最精华的一段 这是在路上经过了一个 古戏台咖啡馆 我们看一下这个外墙 做的都是古色古香 这里面是有一个院子 进来给大家看一下 环境不错 这是叫万峰戏台 免费参观 现在走到这个位置 从前面这个桥上穿过去 前面我们的部队已经跑到最前面去了 我们今天来的还是比较早 看前面这个团队是我们今天第一台车 来新平的旅游团 这里现在已经看到了杨硕的山水了 从前面这个桥头过来的 过了桥之后左转 沿着这条大马路呢 一直在往前面继续走 看到还有电瓶车 不想走路的可以坐观光车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走路来的 这个位置还有摩托车可以出租的 我问一下老板 这个摩托车是怎么租啊 怎么收费的呀 电瓶车啊 对呀 30块钱一台 多长时间呢 半天 半天 就是这边开了之后再还回来 半天之后是吧 那就差不多4个小时这样了 这个是充电的啊 还好 看它这边都有路线鞋了 30块钱半天也不贵啊 看一下沿途还有这些小菜园 乡土气息还是非常浓厚啊 沿着江边看到这些房子都是这边本地的客栈 还有一些酒店啊餐厅 这里看到的是路边的竹筒饭 可以看到这个竹筒还是非常大 这是专门一家做竹筒饭 竹筒汤鸡的餐厅 这里是要摆摊了 你是卖什么 卖什么 卖小鱼仔 卖小鱼仔 是吧 是 好好 那这个阿姨是准备在这边开档了 卖一些梨江的小鱼仔 刚好这边就是靠着江边上 这里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个20元人民币观景台 这里啊 今天还是有点乌 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正前方就是20块钱人民币的背景 黄布倒影 这里还有好多人在这里拍了照 黎江第一景 大家看一下 这里就是10景 也就是现在正前方看到的这个位置 今天因为是有点雾 所以呢 看上去还是比较朦胧 天气好的话 你看这里看的还是非常清晰 这里也有一个拍摄点 这里是干嘛 还在这里烧火 烤火呢 这个叫鱼鹰 也是杨树这边比较有特色的一道风景啊 可以扛着这个鱼鹰拍照 可以在船上看这个鱼鹰 他嘴巴已经给他粘起来了 这个角度也不错 这是在路边看到卖这些石头假山 这个是五花路啊 下面全部都是游泥江的游船 今天还看到好多人在下面玩水 我们的路线是徒步 所以继续沿着这个马路往前走 现在来到的是潮板山码头 这里可以坐观光车 我现在是站在潮板山码头 这个观景台这里 大家看一下 连绵起伏的山脉 这就是桂林阳朔的卡斯特地貌 一栋一栋这种垂直向上的山峰 从潮板山码头到九马化山 是15块钱 主罚是105 加起来就120 这里是坐观光车的价目标 前面就是一幅山水画卷 今天的梨江水还是比较清澈 现在这个季节过来还是比较适合 这边的天气比较好 水比较清 每年的春节期间 从1月份到3月份 这几个月都是比较适合来扬售旅游 老翔 看完颠个赞呗